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孙韵喜 今天点题是双顶大战双底 讲一下市场的情况 今天市场反复 高开之后 曾经又一次逼近15000点 不过又一次无功而患 升幅慢慢收窄 不过今天总算全日没什么跌过 全日最后有169点的进涨 升至24772点 成交不过就缩了1124亿 今天市能够向好 腾讯又寄一主要功劳 看到了 升至4.5% 厉害 只不过汇丰就租高 加上诚实集团也不一样 两只股份拖市下去 其中汇丰一只跌1.6% 35元也没了 成为市就不能保持比较大的升幅的主要原因 好了 讲回整个市场的情况 今天如果市场升幅 曾经升幅不够100点 最后上回166点要收 总的来说 成交势波幅不算大方向 不太明显 原因可能和一些基本因素 之前差的仍然差 但差之外 有些人为因素 顶着市场暂时不太动 所谓差的形势就是疫情的情况 美国疫情并没有好转到 最新消息还说 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都确诊了 而且新确诊数字持续高期 此外之外 已经连续四天 单日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 现在看来 形势继续严峻 而且当地专家警告 美国疫情现在有两个问题 或者两个疲劳 是你的认情比较头痕的 一方面 刚才说过 新增确诊数字持续高期 令到美国民众对疫情所谓认知疲劳 认知疲劳 简单来说 整天都是这样 都不太觉 开始麻木 最简单的说法 疫情第一个是认知疲劳 第二个是令美国疫情令人担心 所谓社交距离疲劳 大家一听都猜到意思了 其实一直都防疫 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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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都是社交距离 以防疫一直都搞不定 慢慢就对社交距离这件事有点疲劳 事实上根据报导 很多不同州份的酒吧 现在有人照去喝酒 不戴口罩 其影响格很多东西 所以整个疫情仍然比较严峻 而且有美国的前白工经济顾问 奥巴马时代出来警告 如果再恶化下去 疫情可能情况比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更糟糕 对经济的打击来说 这个情况多少令大家比较担忧 美国疫情方面是继续差的 不过当然了 美国疫情差之外 香港好像有少少好转的 虽然明天就再加强防疫措施 但是呢 今天的数字好了些了 106个 新确诊人数 本地的98个 不足了100个 都算是好 因为昨天还有一百四个 少了几十个 当然对卫生专家来说 当然觉得还很高 但是炒股佬来说 起码数字就增长放缓 有回落趋势 当然一天就不成趋势 有回落的势头 连续两天 明天又是这样 就值得拍下首掌 起码我们从炒股佬的角度是向好的 当然 这个卫生专家不是这么看的 疫情方面 美国继续差 香港少少那么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市场人士对整个情况 美股情况的忧虑是持续升温的 原因就是 越来越多大MASA出来唱谈 最新有一个上星期提过 今天又出来唱一次 Yardney 说大家对疫情太过调音心 估计现在美股的危机是比较大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就是 之前三月份已经看好美股 还买货 现在出来说不定了 美股 原因就是领先指标显示 美股可能会崩盘 崩盘 真的不开玩笑 有什么领先指标呢 第一个就是十年期各债知识 一直一直在低位 没有上过去 他就说债券投资者一向比股市 投资者更加快的反应 对经济判断比较准确 债息不上显示 债券投资者觉得经济不多 这是对股市不利 第二个不利就是 公用股在美国情况起码是这样 美国的公用股是跑赢了标指 公用股是防守股 防守股在过一段时间跑赢标指 才开始转向一些防守性股份 防守性策略开始在当地大行其道 这是不利 所以总的来说 美国的情况也是一般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除了这个之外 外围的资产价格也会出现一些有好又不好的迹象 好的迹象就是 金价开始有回远 所谓避险资产就回远 但是 美元就回升回 因为避险资产回远就显示大家风险未立上升 但是美元回升回又对风险未立不利 所以基本因素来说 有些坏的继续坏 因为这些因素不太明朗 继续有个信号很混乱 不多就有个明显方向 所以 未来的股市 可能未来的两三天 都会是这样的状况 基本因素面来看 加上 昨天节目提过 未来很多不同的数据 很重的数据出 整个形势都是不明朗的 所谓的数据 包括GDP 以及美国究竟会否进一步延续 它的经济救助方案 加上 香港接下来 星期四是期之结算 这些因素都会令整个形势不明朗 不明朗的情况之下 如何判断形势呢 就回到点题的两个字 就是 双底 大战双顶 或者双顶 大战双底 都可以的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投资者 或者很有用担忧 主要是从两个点 向对方发动攻势 究竟哪个赢哪个赢哪个赢呢 就看下 双顶和双底的怎样 很明显 好友就继续 从腾讯方面发攻 私图推高腾讯 就压迫淡友或者击溃他 腾讯现在有个双顶 当然 腾讯最近很多好消息 淡友可以欠好消息 对付好友好消息 对付淡友 譬如今天又有收购合并消息 搞到腾讯今天星期二十多元 但能够彻底击溃好淡友 就视乎双顶能不能攻破 看到这个绿色战序就是双顶 就是564元 这个就是腾讯的双顶 但如果充得破 就是好友就彻底把淡友打倒 这样市场向上走的可能性就增大 当然未破之前就会在这个区间上落 这个区间就是511至564之间 但现在是中间位置 所以大家留意着 双顶的情况 能不能够成为好友一举而破的关后 至于淡友都是看着汇丰 淡友很明显 就继续向汇丰攻击 因为刚才说的好友 今天推升淡友 就带动恒生指数 升130点 只有一只腾讯 但是淡友推低汇丰 就令恒生指数跌了33点 起码都顶住好友的攻势 所以未来淡友就会主攻继续向汇丰 那么汇丰呢 重要位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看不到的 因为很久是世纪 是金融开笑的时候是重要位 因为一路跌跌跌 很多支持都穿了 而且剩下的唯一的支持 就是2009年的位 33元的位是重要支持 今天低位见过34.1 几乎见过33 好在尾尾转头跌 就发上34元白收 但是汇丰呢 基本面就认真头赤 因为有很多消息 这些坏消息 就是无穷无尽的 就像以前那套港产片 整股专家 总之接二连三的 整股 这些坏消息是接二连三的 甚至接三连四的 一路数下去就可以 总之这些坏消息是不断的 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汇丰呢 汇丰呢 最重要的商底 是33元 看看这些 淡有力 攻得破 攻得破 就厉害了 足以抗衡到好友 在腾讯方面的作为 当然好友都如果想 令汇丰不要跌那么多 以免拖到的市 可能是力守住什么呢 就是力守住这个 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保力加通道底部 现在是34.9 左右 黏住 今天和收市价比较接近的 如果能够 就继续 明天很关键 明天如果股价 能够站在保力加通道底部之上 照看今天的趋势 会再下一些 如果能够站在之上 汇丰的短期跌势 可以稍稍舒缓 仍是势度反弹 反弹回中族 如果明天再向下走 继续跌穿 保力加通道底部 今天已经穿了 再穿一天 就已经投尺了 到时候好友 就要想想其他办法 淡有肯定 就会进一步 推下去 考验 測試33元的位置 所以 商底到大战商顶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汇丰的商底 會否被淡有攻破 騰訊的商顶 會否被好友推上去 升穿去 就是後事的關鍵 講到這裡 今天的分析 大致這麼多 節目臨收市之前 都給大家一些好東西介紹 就是今年 HKUT和iMoney 推出網上書店合作優惠計劃 除了今次的計劃 除了價錢便宜之外 乘品都非常豐富 而且 只是今次 網上書店才有 所以大家 如果有興趣訂閱 就要把握一下這個機會 以及 留意在留言區裡面 的訊息 快快手手 既然可以便宜 又可以拿回禮物回家 一舉相得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